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我们就一起来看看11月份登场的四大水晶曝光 其中女王竟是龙 杰克却绿了 第一块水晶杰克奥特曼 杰克奥特曼真是很久都没有出现了 至少单独出现的机会太少了 虽说在杰德奥特曼剧中呢 借用了奥特六兄弟的胶囊力量 只不过都不是杰德单独出现的 这里杰克奥特曼虽说是出现了水晶 但是为什么是绿色的呢 在奥特曼水晶的设定中 除了奥特之父有一块负责水晶是绿色的 其他的都不是绿色的 杰克这个绿色看来是有故事的 第二块水晶 欧布三位一体 欧布奥特曼也是借用了太多的债 所以在罗布奥特曼剧中还是还了不少的 只不过在这里出现的是欧布奥特曼 是胖子水晶 这是网友对他的戏称 毕竟这家伙吸收了太多奥特曼的力量 不变成胖子才怪 看样子应该是一块技能水晶 第三块水晶 罗格赛德 这计划也是超级的强大了 光是看造型我们就能看出他的不一般 也是作为后期小boss登场的超级怪兽 这家伙是鸡字水晶 造型上略显犀利 主要是身体上的凸刺看起来很给力 而一身的丁帽造型也很有 格尔吉欧王的极势感了 据说实力也是很强大 第四块水晶 格尔吉欧女王 大家期待已久的女王终于来了 原来啊 这祸是格尔吉欧女王 此前的格尔吉欧就不说了 第一个出场的怪兽 最后升级为格尔吉欧王 没想到现在再次升级 这次就是格尔吉欧女王 这家伙是罗布奥特曼龙字水晶 评论留言告诉我吧 您的关于我的荣幸 我是Michael 明天见